好 回到现在的现实 日本汇率持续贬值 目前是150日元兑换1美元 日本百姓的生活压力大增 日向就提出了一个最新的拯救经济政策 拿出17兆日元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间包括减税 还希望降低高物价对日常的负担 但是它不是第一个日向 希望用减税的方式刺激经济 前面的例子是失败收场 日本银行本周宣布最新货币政策 持续大型超宽松路线 日元汇率跌近150千半 按照日本政府方针 日元看来得再躺一阵子 而日本人的裤腰 已经是缩得不能再更紧了 大环境够不景气了 国家的金融策略让日子更难过 日本民间智库试算 若美元对日元汇率维持1比150不动 以一家三口计算 家庭年支出将多出10万日元的压力 家庭是突破景气低迷的解放 这道理人人懂日本首相当然也清楚 日本政府心知肚明 坚持负利率的货币政策 让国民受委屈了 为此周四的临时内阁会议 通过了规模超过17兆日元的全新经济对策 今年到明年初为第一阶段 先对低收入户发放紧急补助 明年春季至夏季则进入正题 开始第二阶段施政 以优惠税率补贴设备投资等等 激励中小企业持续性加薪 另外也减轻国民负税负担 每位大税人可获得4万日元的减税额 同时延长汽油 电费等补贴 帮助国民能省则省 政策才宣布再也立刻炮火猛烈 认为岸田只是在浪费时间 不如发现金来的快又有效 而岸田的目标是兑现自己强而有力的经济支票 让物价上升 企业赚钱 劳工加薪 制造消费 达到彻底的经济好循环 只不过岸田并不是第一个减税的首相 前总理大臣乔本龙太郎 就把自己给完残了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日本金融业跑得跑 倒得倒 逼得桥本政府不得不紧急减税 且在半年后加码再减 最后人士武力回天 把自民党的执政权都给赔掉 而如今的议会上 自民党自己人打自己人 知情人士透露为了减税 党内气氛低迷 岸田在经济政策上朝令夕改 先是不提减税 后又下令规划 仿佛想营造苦民所苦的姿态 扭转之前为了国防而加税的负面形象 日本政坛一直以来 都把税赋称为鬼门 减税牌打得好 全党鸡犬升天 要是打坏了 恐怕难以翻身 而岸田政权这次的减税 是成或是败 除了关乎自己的政治生涯 更左右了日本 能否走出失落的30年 TV新闻组报道 都大臣 都大臣 是 multiple声努力罢队